中国的冰刀出现得很早 乾隆十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冰区图里画的冰刀 就是已经很先进了 新中国这段滑冰的历史 从建国以后很快就兴起了 冰刀建国初期是很昂贵的 民间主要还是靠租物 因为我们最初业余的时候 都是租物鞋或者是穿老一只运动员 剩下的旧鞋 当时磨了很久 让我妈给买了一双连刀袋鞋 一百多块钱 8岁开始 才有一双 是自己的国产新冰鞋 还有一种就是自制冰档 自制的冰档 要找一块木板 木板底下缠上一根铁条 就可以到冰面上去玩冰了 大多数用的是比较容易掌握的花滑刀和冰鞋刀 花滑主要是双印 一个内着一个外着 做不同动作用不同的 花滑的刀稍微短一点 前面有一些尺是便于它跳跃的 它这个冰刀它是实型的 如果是空心的话 我们体重大就会把冰刀做蛇 有人穿一两个月可能就会坏 我是体重轻 手末就会长一点 新鞋一般都不太合着 新鞋会有一定的磨合的时期 里边会变成你脚的形状 或者是你脚变成它的形状 我心应该是最废的 因为脚有汗 自己的冰刀就是需要静气的去磨它 冰刀在冰面上接触的时候 它那个印就会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锋利 那个菜刀已经切不动那个 切不动肉的感觉 排骨的感觉 每一个油石吧 它有不同的那个 还有助理的 这个砂是稍微粗一点 它会比较好把这个刀的这个形状摸出来 然后还有把我的助理比较分心 还有一种比较 你划起冰的时候 你还会感觉它踩不住一样 变一封就好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 中国人民共和国 对于即将到来 来的2022年冬奥会 每个运动人都会想上冬奥会 更何况是自己的家 祝愿所有的中国建儿们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 取得优异的成绩 去完成新的难度 去表演的更好 中国队加油 建儿们加油 建儿们加油 在北京西家里面 都会在北京西北 感谢观看